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以为好有趣 继续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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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文以弹搞事录 经典重温 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 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 请付费支持 多谢大家 我是杜汶泽 你还不课金 以史为监 可知轻提 历史没有如果 只有教训 荣欲成败 皆有限期 外户离合 不在情感 二在势力 世倾則绝 利穷則散 历史在兆二 民国史系列之一 荣共与清党 主港 王毓民 主港 王毓民 政府在公安局 拿了这四个人之后 放了他们 党务学校的学生 都去欢迎 这位党校的学生 被拘捕的党校学生 这应该解决了问题 但是呢 李烈君说 旋得各处送道之传单 及据各处之报告 累逆日 慶祝土堂勝利 会为共党所成 为维持秩序 保护民众喜见 因分令 军事委员会 戒严司令部 市政府公安局 妥为防范 保护周到 解决了刚才他说的问题 放了那几个人 但是呢 接着就得到 各方面 各有关部门 送来的那些传单 以及根据这些 部门的报告 就担心 在翌日 这个所谓 慶祝土堂的勝利大会 就会被共产所成 为了维持秩序 保护民众喜见 于是 由他分令 军事委员会 戒严司令部 市政府 公安局等等 妥为防范 希望保护周到 至22日 即22日 的早上 又接各种传单 及据报告 长加审查 此与开会时 不宜维持其秩序者 復分令 勸喻各团体 更停开会 至大局抵定下 改静棄中 好了 但是那个命令呢 發出去 便稍遲 所以他说 令法稍遲 而会已开 命令發出去 停开会 等大局定了之后 才改期慶祝 这个命令 出去 即是发得遲 但会就开了 在不了座 开会将进之时 即是这个会要开完的时候 文昌声十余响 至东南来 因事先曾派本府秘书副官多元参与大会 故船得报告 游行开始之时 有村西庄者 在福城桥放枪掃响 因此秩序少乱兵士朝天 放枪掃响 以压制之 列军以为事变闯撤 需属未让大顾 旧于治安有外 因分裕军委会 转式军司处 司法部转式司法官 按照法律手组 查明 懲伏核板 列军服亲自各处 调查之军队中 死团副长一元 雙兵六人 弊马一匹 人民之死者三人 雙者七人 尚在继续调查 以便分别抚褚 撤查办理 已请准于先撥大仰五千元 为办理抚褚及治疗受伤者之用 派本府参事会同各处办理 并严拿空返 撤救主使 为是革命政府之下 致革命之民众受意外之危害 感情处分 不声黄畜之治疑 整件事 原来死了四个人 相似了七人 跟我们刚才说的七十几个轻重伤 有点不同 好了 这个事变 他认为 或者这个所谓 后来叫做 惨案 在当时的所谓革命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之下 这些民众受到意外的危害 但是虽然是因为反动分子 逃谋不轨 就是说共产党搞 军警保护美洲 他自己作为这个国民政府的常委 他是有责任的 所以就请这个国府的委员会 就处分他 这个就是李烈君 作为这个国民政府常委的说法 在南京 另外南京戒严司令 賀耀祖在这个事变发生之后 那一天就不在南京 但是职责所在也难辞其咎 于是他也引咎辞职 另外国民政府三位常务委员 包括谭延海、李烈君、蔡元培 就以这个待罪的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的身份 就发表这个所谓 就是感觉非常之有够责的自己 就是自己的沉痛宣言 李烈君、谭延海和蔡元培的宣言 就是这样说的 他说 这惨案负责者之罪 应十倍于三一八惨案之断其税 应八倍于五三惨案之英帝国主义者 这是人人能承认的 负责究竟是谁 自然是政府 尤其是我们三个就职而办事的常务委员 我们三个人良心上决不怨有所推诿 仅当负责办理此案 于是国民政府就派这个参事陈阳彪 借任文就办理伤亡民众的辅出 也都命令这个司法部、江苏省政府、省党部 组成这个特别法庭主持緝空和审判 当时留在上海的中央执监委员 为了解决这些国事糕分 亦都在上海召集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亦都决定对那些涉嫌主使的人 停职看管 那当然是那些西山会议派那班 并且扎成这个蔡元培南沿海去撤查真相 这场风波才是復归于平静 这个一一二二的惨案的发生 刚才我们引述李列军的报告 和后来三位国民政府的常务委员 南沿海、李列军、蔡元培 其中蔡元培的偶家是得高妄重 他们自己自成罪责 亦都要去办理这件案 去辅述那些相关的人 但是博民党的整合 因为这个所谓的惨案 或者之前所谓各方面的地方军头 大家各有计算 令到武汉的国民党 和南京的国民党 和上海的国民党 三方面的整合 亦都出现了很多困难和问题 清共或清党 这个已经是国民党的共识 好了 你大敌当前 或者不要说大敌 你一定要消灭共产党 你国民党才可以继续生存发展 才可以不乏成功统一中国 但是你自己 武汉、上海、南京 这个所谓整合 有了契机在 亦都因为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其实说来说去就是 很多人私心自用 权力欲作罪 有军权那些 就要利用他的军权 去扩张自己的力量 为了个人的利益 在政治上亦都是 汪兆明是摸不清他究竟想怎样 一方面你是要谈 谈得来 你又想自己做头 希望这个国民党整合之后 你继续做这个国民党的领导人 但是于是 你自己又 就是人家说 臨难无九面 你不是 一有大事临头的时候 你就 鬆人 是吧 所以说到这个 汪兆明在民国成立之后 其实他一直都在一个领导层 是吧 就算我这一段 讲完之后 第一次各共合作之后 他后来又复出 你明白吗 又做行政院长 他永远都在层峰那里 但是这个人的政治判断 真的很有问题 我们也看过很多关于汪兆明 在政治上的作为 这些罪述 当然有很多评论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都牵涉一些党派立场 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当然到最后 就是所谓 概观论定 是吧 抗战期间 他就做了这个汉奸 就是这么多东西了 是吧 有些人想帮他平反 不是汉奸 他都是为了 死少一些中国人而已 是吧 因为不够日本仔细析 只能够求和 是吧 但是谁知道 撞对一个 还经过邮吉义的蔣介石 是吧 怎会跟你求和 更加打到底 是吧 除了这些在政治上 有所凭殖的人 争权奪利之外 其实在当时 在那个所谓 就是中国的内战 就是民国成立之后 是吧 袁世凯清帝不成 接着北洋军阀出现 接着地方军阀互相在 日日打的 基本上是 就是内战瓶盈 那你怎样搞到 那国家怎样可以统一 是吧 所以下一节 我们就讲 第一次的广州事变 又是军事冲突